好 马上要带您看一年一度的台北国际旅展 今天开幕 为了对抗不景气 各家业者使尽了权力来促销 吸引了民众大牌长龙 而今年会场的焦点之一 就是到美国免签证 AIT也特别摆了摊位 向台湾民众讲解 如何透过网路来申请 常常的队伍排在世贸三馆外 旅展第一天上午还没开放民众进场 就有人等不及先排队 就是为了抢便宜的住宿券 跟餐券 就是餐件什么都有 都已经锁定了 经济不景气 民众特别精打细算 旅款业寄出满意送衣 旅行社也不遑多让 香港自由行七千游找 北海盗不到两万块 打出限量商品 就是要吸引消费者 除了抢便宜 国际旅展免不了 还是有各种表演活动 场面热闹滚滚 美国在台协会 为了推广美签也特地涉滩 还从华府请来海关人员作证解说 配合宣传免签 旅行社也打出美国团优惠价 美西八天四万游找 也让今年的旅展美国馆 成了展出的焦点 记者林正伍赖正元 台北报导